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完了以后 第二步 那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根据这个展会 它所设计或者说涵盖的这个行业产品来评估这个展会是不是和你去对口 如果说这个产品选错了 对吧 你是做这个产品的 那么它的展会的面对这个客户群里不是采用这个产品的 那你这个效果肯定不可能出来 那么从这个行业和产品类别来划分的话呢 目前全球这个展会 我大概把它分成三类吧 一个是全行业型 一个是横向型 一个是垂直型 那我们一时来看一下 那么所谓全行业型啊 就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展会上面涵盖了各行各业的所有的一种这个产品 或者涵盖了所有的行业吧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广教会 那这就属于是全行业的一种这个展会 基本上我们国家所有出口型的企业 只要你有这个资格啊 都这个有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去参加 那么所有的行业都覆盖在内 那么这种全行业的展会呢 它一般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促进本国的一个出口 那广教会这个也很明显嘛 它是我们国家政府主办的嘛 它的目的就是促进我们国家对外的一个经济出口 那么这个国外的买家呢 往往也把这种全行业型的这种展会呢 作为一种采购的工具来使用 当然从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来看的话呢 这个已经不再是主流啊 比如说是世界上现在这种全行业的展会呢 很少 为什么中国有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出口大国嘛 什么咱们都能够做 所以说呢 那由国家来这个 相当于它来做装嘛 它来搭台嘛 那么大家一起来唱戏呗 那么我们有这个条件 那作为其他一些国家来说的话 那这种情况就比较少 对吧 因为它的制造业未见的有像我们国家这么发达 所以说呢 这种全行业的全行业型的展会 从全球方法来看呢 它不是一个主流 大家如果你出去参加国际展的话呢 你不要觉得国外也有这种 这样的很多这样展会 这个呢 是很少的 这是主要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那么即使你就说是广交会的话 现在它也是分成三期 对吧 它不是说大家都在一起 同时都在一起 它也分成三期 不同的这个展期的话 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行业来参加的 实际上这个已经就体现了 这个展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嘛 对不对 这不光是一个掌管 够不够用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一个展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广交会 它也在做这个 产品啊 或者说行业的一个细分 对不对 不同的展期 那么吸引不同的这个 买家到场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提高效率 节约资源的一种做法 OK 那么关于全行业展会呢 就讲这么多啊 大家知道明确一点 就是广交会这个情况 并不是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 那么从全球方法来看呢 更多的 特别是像欧美这种展会 它更多是横向型和垂直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横向型呢 也就是它横跨了 同一类型的多个这个行业 就都属于这个同一个类型 但这个类型里面 可能有多个行业 那么横向型的这个展会呢 就是涵盖了多个这样的行业 举两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这个汉诺威的工业展 和这个法兰克福的这个消费品展 你像这个汉诺威展呢 它这个规模呢 也是比较大的 大概有十几个这个主题展馆 比较全面 而基本上覆盖了这种 重工业的各种领域 比如说这个加工啊 比如说原材料啊 它都涵盖在内了 但是呢 很明显是它不涵盖这个轻工业 它是没有轻工业在里边的 所以说它这个 为什么说它是横向型的 因为它 它这个主要是指的重工业这一块嘛 对吧 它不覆盖这个轻工业嘛 那么法兰克福这个消费品展呢 和这个汉诺威这个情况的类似 只不过它涵盖的什么 是消费品 消费品的各个行业 那么这个横向型的这个展会啊 它和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垂直型的这个展会来看呢 它的规模相对的都肯定要更大一些 那么这个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因为它设计的这个行业面广嘛 那么你做一个餐产企业 你去参与这个展会的时候呢 你除了去卖产品打品牌以外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寻找这个 这个什么产业链的这个 上下游的这个商业合作伙伴的一个途径 这个我在之前讲这个参展目的的时候呢 其中提到过这一点 就是说我讲到过 你去比如说这个贸易公司 寻找这个合作的工厂 对吧 或者说工厂的去寻找这个上游的这种原材料 或者零部件的供应商 对吧 这个都是存在的 包括后面我讲这个接触率的时候 就是后面讲展会资金接触率啊 也会提到就是你去了展会以后 你除了来这个来这个参展的客户 也来就在参观的客户以外呢 你也可以去和这个行业内的一些下游的采购商 直接去进行这个沟通 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这个合作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客户 对吧 所以这个呢是横向展 它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那么下面呢是这个第三个是这个垂直展 垂直展有时候呢也叫做这个专业展 那么这个垂直展呢 它的这个特征是什么 它主要是针对单一的行业 或者说这个单一的产品 那么这是我这个地方是我要重点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垂直展呢是未来展会发展的一个主流 这个一定要明确啊 就是以后展会呢不是最新的大权 而是这种小金 现在这个展会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啊 就是可以这么说是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 这个展会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就趋于更短 规模比以前这个更小 当然次数可能比以前更多 就很多以前参加这种 就是说全行业展呢 或者说横向展的这种企业 它以前就是在这种展会上面呢 用很大的规模的这种这个展位是吧 来吸引客户 当然这种情况你的预算的费用啊 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 当然现在很多企业也开始改变以前的做法 它现在把预算的这个分到更多的 专业的这种小的展会上面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汉诺威工业展 实际上汉诺威的还有一个这个国际的木工机械展 那它这个就比刚才说那个工业展的规模也小很多了 但是呢 它在这个木工机械这个行业里边 应该从全家范围来说啊 是最专业最权威的展会 到这个展会上面来的都是这个行业顶尖的人 所以说在这个展会上面呢 它的成交几率和成交金额啊 往往比你去那些大规模的展会呢 要高很多 因为你这个内容更专业嘛 那么这个效果当然就更好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专业啊 你不光是它的这个产品呢 这个技术方面很专业 包括它这个交流的这个语言环境 这个展会氛围 它都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说它这个成交效率啊 要比这个大型的展会呢 要更高 你再比如说这个法兰克福的话 它还有一个这个国民 就是这个国际造明展 你像我们国内做这个LED的 你应该是很了解这个展会啊 这个展会规模的其实呢 也不大 但是它在这个全球造明行业的地位啊 应该属于是顶尖的 包括它这个 它就能够反映出这个行业的动态 有时候别人就把它称为这个市场的情欲表啊 国内这个做造明的这样的 比较知名的企业 基本上它都会去参加这个展会 那么像这种垂直性的展会呢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是这个 即使是这个同一个展会 或者同一种行业的展会呢 它的这个内部啊 它还会再细分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 有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服装展啊 这个服装展呢 虽然都是展示服装 但是它还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主要是提供给这个 进口商批发商 提供给这样的客人来 来这个 就是目标客户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主要是 为这个买卖双方啊 是那个 为他们能够提供一个速配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吧 这样的这样的买家过来呢 看样订货 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 是专门是为这个世界的著名的时装品牌 和这个精品成衣 为他们准备的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展会的话呢 同样是服装 但是呢 它面对的这个 呃 客户群体啊 从这个采购渠道上面啊 或者说从这个价值链渠道上面 又做了更进一步的一个区分啊 一个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进口商 是吧 这个批发商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品牌商 那么你就要区分了你的目标客户群体 是吧 你是要开发什么样的目标客户群体 如果说你是要做OEM的话 那这是你的主要的话 就主要的这个市场方向 那么你就应该倾向于后边 啊 比如说像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Magic Show 你应该去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这个精品成衣来的话 那他主要是要找这个 能够替他生产制造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 想直接去跟经销商合作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参加前面 前面这一部分的 再比如说这个 我们还是说这个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的 他的这个消费品展的话 举个例子 消费品展的话 他里面会细分出来一个 消费品里面的电子产品展 这是一种 是吧 那么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就属于是一个 跨行业的这样一个 或刚才我们说的横向型的 这样一种展会里面 细分出来的一个部分 对吧 那么跟他对应的 他有垂直型的展会里边呢 拉斯维加斯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 他的这个 那我们写一下他的这个 简写啊 那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查一下 这个CES你去查一下这简写 也就是说这个展会 这么展出的 主要就是 电子的产品 当然这两个电子的产品呢 这我以前听过朋友介绍过啊 他这个上面还有区别 你比如说前一个的话呢 他展出的多数是那个 比如说电视机 或者说这个 这个录像机 音响 这样的这个商品 那后面这一种啊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CES这一种 那他可能 这个上面比如灯具啊 电池啊 是吧 那么这个是他 这个 参展的产品的一种类型 也就是说同样是 电子的产品 那你不要观看名字 你就去觉得这个适不适合我 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 怎么说 从 因为这个行业 这个越来越垂直嘛 展会这个细分越来越专业 那么你一定要做一个 做好前期的一个调研工作 你看看他的这个展会 他这个产品细分 到底适不适合 你这个产品 你再比如说 我们原来做这个 backpack这个产品的话 那么 backpack 就backpack这个产品呢 他属于这个 户外产品 对吧 如果你登山的话 那属于这一块 但有时候呢 也有人把它过于这个文具 对吧 这个 这个当然是从我们国内来说啊 你这个 可以这么去看 但是 你从国外来说的话呢 那么你去参展的时候 你就要 你比如说有这种 户外用品展 或者也有这种文体 文体用品展 那你就要区分了 或者你要看一下 到底来的客人 是不是和你这个产品 这个采购啊 是这个怎么说 相对口的 对不对 再比如说这个礼品和玩具 这也有时候是很容易 就是很难 去这个区分的 那么一个礼品玩具展 它到底是以礼品为主 是吧 还是以玩具为主 你这个最好是事先做一个 这个详细的一个调研 然后再决定这个展会呢 到底去不去 那么具体的就是这样 这个行业产品的这个类别信息啊 如果你感觉有时候比较困惑 特别是没有参展经验的 这样的朋友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到时候去看我后面在这个获取展会信息 这个部分给你分享内容 这个部分是我专门就会给你去讲 你如何去从互联网上寻找到相对应的信息 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 那但是仅仅是一个执行的一个标准和框架 你如果没有没有真正的信息进来的话 那这个框架你是无法去执行的 对不对 那么到时候会这里我会跟你详细的讲 如果通过互联网或者现场考察 或者通过询问去了解 或者真正的去判断 到底哪个展会是适合你的 OK那么关于通过行业和产品类别 去选择展会的相关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感谢观看